沙莫洛托属于民流 这首歌火的时候 那真是民流的小时代的大门打开了 表扬很多人的内心 不过自从展展罗罗涉嫌抄袭后 对这首歌影响不小 当时姿势猜测 但被实锤之后 两人依旧出现在观众视野中 可以看出这首歌走红 不是普通的意外 最近又有爆料 两个人会出现 在北京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 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而这首歌的援助已经逝世 想必家属们也不会过多的花钱 在打官司方面 换一种说法 就是团队已经处理 或者安抚好了家属 对于这种抄袭举动是不再可取 而在这首歌之后 又很快迎来新洗脑神区 说起筷子兄弟 相信很多人应该不陌生吧 不过现在只要你说起组合 脑海中第一想到的 大概还是羽泉组合吧 不过有名的组合也不止他们 当年的筷子兄弟 凤凰组合 那个不是很受追捧 尤其是兄弟组合 当年一曲小苹果火遍大江南北 无论是店铺 还是广场上销广场 五大妈们 都会选择这首歌 当年作为营销方 当初优酷与兄弟组合 为这首神曲打下了良好基础 打一开始推广手法 就是洗脑方面发展 如今距离小苹果 已经有四年之久了 四年后 兄弟组合 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新歌 天气预报 看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 这首歌不简单 也能看出来 这首歌洗脑的程度 绝对不比小苹果低 魔性般的前奏 让人不仅晃动抖腿 这也将会是KTV地点的一首歌曲 也因为这首歌曲 两人再次合体 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熟悉两人的都知道 两人相差11岁 前段时间都在说 两人已经闹不合了 其实他们就是单非不解散罢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业 都有权利规划自己的发展 他们一个喜欢导演与演艺事业 一个喜欢创作和音乐 只有等到合适的时候 再一起出席 或者创造神曲 论起唱功 萧央电影学院毕业不是专业的 调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王开丽很明显会卖花枪跳舞也好 也有人说两人就受网络红人要求 不用那么高